第九場賽事是四班的1400米 大熱門馬厲害 精彩 開飛2.7倍 開跑的時候就落到2.4倍 得益良多有些過關飛 6.5倍 落到5倍 之後就回到6.4倍 城勢寬心 轉為燈館號 馬房 臨著綠燈 落到14倍 第九場是四班1400米 一起步的時候 出得快一點 都是瀟灑王子 就快一點 熱門的厲害 精彩 外檔都快 但中間有批六三的城勢寬心 都搶了一份 內檔那邊是領寶峰 馬群中間是長有之星 外檔藍衫 黃毛 埋緊尼 得益良多 貼欄那邊有電路1號 他的跑姿都是這麼怪的 在外側還有騰龍超影 然後金碧科閃耀鑽王 然後還有辣德嬌奧龍區 包緊尾那隊暫時是生生勝勝和心愛 跑400米多 前面城勢寬心 都不用太努力 單騎帶兩個馬位出來 瀟灑王子都沒有迫他 貼欄第三是領寶峰 拍著很精彩熱門 然後電路1號騰龍超影 過幾馬位之後是金碧科 長有之星說很早就要騎 然後還有閃耀鑽王 得益良多拖拖拖拖拖拖 後面的尾五已經拍著 得嬌一齊 暫時在尾那三匹 就是奧龍區 心愛和莫雷拉的生生勝勝 差不多進來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的城西歡心 放得多順 很輕鬆 帶著過幾馬位進來 追著他那兩隻是領寶峰瀟灑王子 反而內蕩那邊攝上來是金碧科 扔出外蕩 熱門很精彩 上次就厲害了 這次行不行 騎內反應也不是很好反應 大鞭打內的機器 反而外蕩的冷門買電路1號 今場有點走勢 外面上來的馬是騰龍超影 閃耀鑽王 還有百多米後前面 城西歡心 追到現在都沒有人追到 很大機會了 追到上來的馬 就是電路1號和內蕩金碧科 過了中第一名城西歡心 一轉馬房就贏 第二名結果是電路1號的大冷門 金碧科第三名 第四名又再打上來 精彩不過沒有位置 他贏得不完 其實電路1號 這馬直軒一直軟也很暖龍 居然有些萬勁撲上來 其實我看他全程都暖龍 你看 上去是刻意 我們從這樣的鏡頭 早前都暖龍 想不到他今場可以撲得這麼厲害 我覺得他幾乎操控不了 但他的馬自己撲上來 他現在就躲進內蕩 整身汗,其實在這個鏡頭也看到 空口那裡全部都是白汗 他跑了幾步,頭有一下就會刮得特別低 然後又上來,頭有少少側 他那些都是… 他有幾隻都不太規矩 包括熱門的精彩,中段也有少少搶口 開邊黃帽就得益良多 現在越來越難攪 他就一直在外攤過來 他不是不想接近,但攝不到 他擺側的頭,他一直移動 如果說得益良多,看上去到直路 原來沒有幾多步騎得到 電路一號又不小心,就攝前了 他很厲害,出外攤出得這麼順 但你留意直路的走勢 好像有點難以操控 很狂的 先打左邊 後面那隻也是,德益良多也是 不見得很好 其實兩隻好像都今天戴黃秘章 如果我沒有記錯 要出去才有鼻子 其實潘明輝都好像側著身旗 根本都衝不到,很吃力 不過這些馬都要小心一點 當然有這樣的能力,裝上來 但是他未必每次都跑得這麼好 而且這些馬,如果看血統 大家都知道,巨英柏翼的弟弟 應該千四就不夠猴 但是這麼狂,要操控他要跑長一點 訓練功夫還要很多 畢竟跑第三也是跑得多了,金碧科而已 那些都沒有分 看看分斷時間 頭段13秒37 第段21秒75 第3段23秒21 末段23秒39 總時間1分21秒72 其實很精彩在這裏熱門 十二檔都不是很安心的 不過來到季尾 好像大家選不上手 每隻都被焗熱那隻 季尾很多時候都有這樣的形勢 選來選去整場馬 都沒有幾個馬可以上手 但其實他又不是可教的熱門 是的 你說他跑得很差又不是 直路組斷鬥下去不是很多 但結果他去到最後那百多米 其實他又追上來 不過就是那些最慘的結局 當然是 我想他如果有內蕩遮擋 他就不用那麼… 組斷不用那麼輪盡 可能 是 那麼這一場就… 結果就這麼巧 結果兩隻拍賣馬 就是有所突破 其實兩隻馬之前都是 是完全沒有進過三甲 沒有的 結果這場就穿了 爆了一個大冷盤出來 連贏位派到六千元左右 是的 真是很難計算數 尤其是電路一號這些馬 其實進到直路的時候 去到百五米那裡 你看到潘明輝其實都脫了一邊 姜誠要再納過 真是挺狂野的 馬哈 馬哈